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才能爱自己 没有人告诉你说 怎么样的对的方式才是真的爱自己 因为其实 当阿Q现在抑郁症再次爆发的时候 引发我去做了非常非常深度的思考 让我 我记得是两年前 同样的时间段 我开始做塔罗 我开始更新拍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知道有很多在听阿Q频道的人 是伴随着我成长的人 你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你也成长和演变也进化了 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同样获得了一些收获 只是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我会发现 很多的时候你的旧的行为模式 很多的时候那些最深层次的恐惧 我其实没有花时间去解决它 然后到最后发现 你可能不是因为某个人不爱你了 而觉得难过 而是你从根本里面 没有办法去真心的爱自己 所以那个其实是可能是一个 自尊心的建立也好 或者说对自我价值的一个肯定也好 这个东西如果是因为别人的行为和 和状态去动摇的话 其实你是不知道是如何去爱自己的 所以我有个很深层次的领悟是 我们在学会在口口声声说 要爱自己之前 不是说我去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不是说我去犒劳自己去 去去吃一顿大餐 而是在从内心深处里面 你真的接受你这个人 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需要别人的肯定 需要别人的可能别人的一些行为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不管是在relationship 还是在工作上面 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去得到肯定 需要得到认可 但我们冒了一件事情是 那个认可是来自于你自己 还是来自于别人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 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在你内心里面觉得不堪的 那个最真实的你自己 我会觉得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做自己的那个部分 可能并不是真的你自己 因为那个状态是 你不知道是有多少人 在你的生命里面 给你怎么说 塑造了你的观念 你的价值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是那个最真实的 最本真的你自己在哪里 什么样才是做你自己 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可能 在经历的一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在想的一些事情 然后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 然后很多事情 其实本来就没有答案 但我会想说 就很多时候 当你痛苦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要说去 怎么说去解决问题 你唯一想做的事情是逃避 那个是你本能的保护机制在那边 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 把事情放一放 然后可能去思考也好 或者说学会什么都不做 也是一个让你能够平静下来 去更深层次地去挖掘问题 然后找到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一个东西 因为很多时间 很多的事情就是没有答案的 即便当下你有了答案 可能这个答案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所以这个是我前面 想要讲到的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每个东西 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 我仍然在一个非常痛苦的 transformation的过程当中 我依然 我非常坦诚地想要跟大家讲说 我依然时不时会有想要 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愿望 想要 变成一颗星星 但是就我会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想通 很多的事情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里面 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说 OK It's the timing 所以当下 我想要讲的 就像其实在当下 你能看到现在的牌里面 让Uranus张牌的能量 在讲的一件事情 Go with it to see what will happen 所以 我会觉得可能前面这些话 可能会对很多人也会有一些帮助 然后 今天我来开始讲到 就这个主题 不过在开始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讲说 阿Q的个人占卜 还是依然会继续 但是因为其实我当下现在的状态说 可能包括我学期末的事情 会有很多 所以我可能不会接太多的 个人占卜的东西 但我还是希望通过 帮助别人的方式 也能够在疗愈你的过程 也能够疗愈我自己 所以我希望 是当你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有需要 你迫切需要一个guidance的时候 你可以来找阿Q做个人占卜 然后记得通过邮件 然后该来跟我约时间 然后我们能确定说到底什么样 时间是比较符合的 我很抱歉之前有很多 有很多听众 然后在这边 然后跟阿Q预约个人占卜 但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复 因为其实 我也需要时间去 重新充电 重新去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 然后去知道说 很多事情的一些价值和意义 所以我很抱歉 我没有去回复 但是我觉得当下这个状态 我希望说大家能够 就是好好享受当下这个过程 然后不能说享受吧 因为甚至有的时候 都不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因为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你还想要再变得快乐吗 然后我会觉得说 我的答案不是yes 我的答案是 我不想要有 pointless happiness 我需要那个意义 然后所以 其实我会觉得说 大家都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去找到自己的真相 找到自己的答案 很多时候也许 塔罗还不能给你答案 但是至少他能够告诉你说 你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关于 双生火焰火灵魂伴侣的 当下的能量状态检测 然后听过我视频的朋友 一定都会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非选卡阅读 它是一个集合性的能量 也许你当下处理的这个人 是你的双生火焰火灵魂伴侣也好 甚至不是也好 那个只是一个标签 我们来检测当下 这两双方的一个状态的一个 一个进程 然后以及相关的 spirit能够给你的一些建议 然后今天的平时是 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三张牌 然后是集合的能量 是整个关于现在连接的能量 然后这两张牌 这张牌是给 这边左边的整个的牌面 讲的是关于南方的能量 然后我会从 Heart Space 然后 这是Mind Space Heart Space和 Reality 就是包括他的理性的想法 心里面的想法 和现在的一些状态的一个 一个方向来讲解 当下现在男方的能量 然后女方也是同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然我想要强调的事情 在这个视频里面 男方和女方的能量是可以互换的 它不取决于你的生理性别 而是取决于你的心理性别 因为可能也许你是一个男生 但是其实可能你本身的女性的能量 会更强一些 所以那可能女性的能量 可能更符合你 但如果你是 就是反过来也是一样 然后今天 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想要提前 跟大家讲的很明确的一件事情是 在讲双生火焰和灵魂伴侣的 这个概念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讲的不是 另外的一个人可能 他可能讲的是 另外一半的你自己 就是这个是更高层次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根据你的理解程度 你可以去从这个过程当中 去获取一些有意义的 能够帮助你的信息 然后不要轻易地去对号入座 这个是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解排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得到一些疗愈 和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去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他不是说OK 这个就是答案 这个就是你生活参考的一个东西 OK 这个是我在前面讲到的这些废话 然后那我们先来开始 今天的这个主题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先这三张牌 然后这个讲到的是 现在当下灵魂伴侣和双生火焰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 整个关于这个连接的能量状态 然后首先第一张牌是Uranus 然后他讲的是Genius 然后大家知道说 这个Uranus这个星球 它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需要自由的一个星球 它是需要变化变革的一个星球 当这样牌出现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在当下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颠簸 有非常多的shaking的事情发生 也就是说 可能很多事情会动摇你自己 或者说你们双方的一个观念 也许这个是在 你们感情的过程当中 相处的过程当中 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可能累积的一些 碰撞也好 摩擦也好 双方不懂得如何去及时沟通 然后导致于说 其实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然后没有另外一个人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 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的文化也不同 在这张牌里面 讲的事情是 在当下这个连接的状态里面 有一些事情是 可能不如你预期的 可能跟你想象当中的 该发生的事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过程会造成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痛苦的过程 会发生 这个痛苦可能是 情绪上的纠葛 然后想断不能断 或者说一些 让你觉得情绪上 非常的耗费 经历的一个状态 你觉得非常的筋疲力竭 不知道要该如何去处理 然后变成一个 用一个冲撞 或者是保护机制 跳出来 然后把这个问题 或者说这个 怎么说 变成 好像就是有一种力量 把一些可能 之前一直看不到的一些问题 带到桌面上来 然后现在告诉你说 嘿 你现在要去面对它了 你现在要去 要去处理它了 然后我会觉得 在这个能量里面 有的人想要退缩 在这个能量里面 有的人觉得 OK 我不想 我没有办法再承担这些东西了 然后但是 大家没有看到的事情是 因为大家在承受 情绪的痛苦的时候 尤其是你会觉得说 变成一种折磨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该如何继续的时候 然后这个里面 它其实在讲一个事情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 很难控制自己的 情绪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很多的 relationship 或者说你很难控制自己 去寻求安全感 去寻求 寻求保护 寻求一些 就是去期待另外一个人 能满足你需求的东西 当我们遇到这些碰撞 遇到这些可能 跟自己想要的东西 跟自己的需求 相违背的一些冲撞 在感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这个其实说明 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去变革的 这个东西也是在说明 你是有很多的行为模式 是需要去纠正的 你不能让过去的一些东西 塑造成现在的你 然后一直重复过去的你 然后再 一直重复过去的经历 然后影响 当下和未来的一些各种时刻 所以在这张牌里面是在讲说 我们需要去 找到那些问题 也许这个过程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 这个能量是 因为其实 我们一直觉得说 OK 我们很勇敢的 勇敢的状态是 我可以潇洒地离开这个东西 我勇敢地往前走 我勇敢地去 去怎么说 去摆脱这个痛苦的过程 但其实有的时候 它是反的 就是 也许你的离开 只是你懦弱的表现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能承受了 但很多的时候 其实往往选择留下来 去承受 去花时间 去疗愈 去修复 然后 不去期待说 我要快速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 都是人 当你有了伤口 你需要时间去修复 你不可能指望 它第二天就会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在讲说 Go with it and to see how it happens 因为其实当 我们很多人认为 爱就是一个和谐 平衡的状态 但大家忘了 爱是伴随着痛苦的 那个痛苦的过程 那个痛苦的经历 它其实是一种 更深层次的爱 只是我们很 我们歌颂爱 我们去赞美爱 然后我们觉得 那个是一个 生命当中 多么美好的事情 但是忘记了 那个痛苦 它其实是更深层次的 爱的形式 所以 其实当你能够理解 这一点的时候 当你在痛苦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其实 嘿 就是在告诉你说 可能我们相处的模式 是有问题的 可能我们的沟通过程 是有问题的 可能我们的需求 是不匹配的 可能现在不是对的时间 这个里面 是在强调说 有一些变革 它也许是 你的问题 也许是对方的问题 但是选择 就是投也不回地离开 去摆脱这个痛苦的过程 即便是换了一个人 可能那个痛苦 那个行为模式的东西 还是在 所以这个 这张牌是在讲说 当下这个连接 可能 它的发生状态 不如你的预期 可能它的 它的一些 甚至是 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纠缠 非常非常多的 痛苦的情绪 不是说 OK 我们忽略这些痛苦 我们假装一切OK 它是在讲说 去往内走 去面对最深层次的恐惧 你到底为什么害怕 一些东西的 离开 失去 也好 或者说 到底是过去的 什么样的东西 在影响你 现在的行为 所以 现在在讲说 其实 就好像 其实我觉得 每一段 relationship 它都是一个 镜像 你只有在一段 关系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反射出 自己的问题 有的人有能力 去做自我反省 去挖掘 更深层次的问题 有的人不能 所以婴儿退缩了 这个没有办法去指责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 我没有办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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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些事情 让别人改变想法 很多的 顿悟的时刻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 就好像你 叫一个小朋友 做一件事情 如果当他不能理解的时候 他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只有当他真的能够 认识到说 做一件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之后 他才可能 OK 我不会再做这件事情 第二次了 所以这个是 Uranus账牌 在讲的事情是 包括我觉得这个 Genius账牌的意思 Uranus账牌的意思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 自我怀疑 很多的时候 就想要找寻一些答案 但是那些东西都是 都不是真实的 其实唯一真实的东西 只有爱 但这个爱的东西 表现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种 但它不一定 它不一定是 你想象当中 那个爱 那个和谐 那个美好 那个平和的状态 它有可能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种形式 只是可能你没有办法去 辨识它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这张牌是 Uranus那张牌的一个补充 首先第一张牌 New Moon Aquarius Bring Love into Situation 然后Nature 其实这张牌 其实在是那个 Go with it To see how it happens 的一个 一个confirmation 因为你看到这张牌 Bring Love into Situation 你看到这个女生 她在 因为水瓶座 她是水的容器 然后当你 因为很多时候 当一些关系 开始发生一些 痛苦和挣扎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容易去 把自己的一些愤怒 把自己Ego的东西 带出来 然后会造成更多的 tension在一些关系当中 然后导致说 OK 那这个东西 既然就是这么痛苦 既然怎么样的 就是 的过程的话 那我干脆离开好了 当然我不是在讲说 如果你真的在处理一段 toxic 就是很有毒的 关系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 你需要去 suffer这个痛苦 你需要去 消耗自己的能量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说 你需要看清楚 去挖掘在这个背后的过程当中 是 真的是 这个人有问题 还是说 他其实有一些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里面 他其实需要一些 nurturing 就很多时候 我们在讲说 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人 他可能跟你不是处于一个 同频的状态 他可能跟你不是处于一个 同样成熟度的状态 有的人可以等 有的人不能等 但其实 是不是在做自我欺骗 你自己其实心里有答案 但是我会觉得说 当任何的tension出现的时候 当任何的一些 痛苦的过程出现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辨别说 在这段关系当中 那个爱的真实的东西 是不是还在那里 那个connection 那个连接的东西 是不是还在那里 那个care的东西 是不是还在那里 有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说 爱就是一定要 非常激情的热情的 非常每天都想要 跟你见面的那个状态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说 我是不是真的care 这个人 还能够继续存在 在我的生命里面 可能也许有的时候 那种爱的形式 会发生变化 变成可能 跟你想象当中的 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但当这些痛苦的东西 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需要去 承认的东西是 只有爱是真实的 其他的自我怀疑 其他的一些 那些东西 它都没有办法 让东西往前进 它只会让你 不断地去喂养 你自己的ego 喂养你自己的自我 然后让它放大 变成一个 一个洪水猛兽 直到你没有办法 控制为止 所以这张牌在讲说 当下这些tension东西 当下这些 纠结的东西 当下这些痛苦的东西 它需要你去找到 那个appreciation 就是那些值得感激的东西 在这段关系当中 如果让你去列一个清单说 我在这段关系当中 获得了什么 那些appreciation的东西 你会发现 你会更清楚去做决定说 我是要离开 还是要留下 我还是去花一些时间 去等待 去疗愈自己 去修复自己 然后看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后包括Nature这张牌 其实也是我刚刚讲的 同样一个意思 在 就是顺其自然 这张牌对我来讲 就是顺其自然 当然另外一个意思 我觉得 它想要传达的事情是 我们可能需要去 一些自然的环境当中 去跟自己相处 去回访过去的那些东西 甚至有的时候 不是说去回访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刻意去push自己 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反的 它可能会把你 更多更深层次的 一些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想法 以及那些东西 给爆发出来 给挤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回到自然的环境当中 回到你自己 自然本真的状态当中 去反馈也好 去反思也好 去理解和辨识 你自己的情绪和一些恐惧 然后开始慢慢地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是我会觉得 在现在当下 这段关系当中 一些的一些 整体的一个能量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到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边是男方的能量 这边是女方的能量 然后最后这两张牌 我想要就是最后再讲 就是这边是代表男方 这边是女方 然后首先可以看到 现在男方的能量 然后首先上面这一排 来讲的是关于 这是怎么说理性层面 这是脑子里面的想法 因为我会觉得 在男方的世界里面 当下可能 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对于这段连接 开始怀疑 因为你看到这个 Ace of Cups 它其实是 我有满满的一个 一个爱意对这份连接的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 逆位的状态 就是我不想要给予了 我不想要付出了 那个connection 就是那个连接 那个爱的东西是在那里的 但是因为这个tower moment 可能这个当中 像我刚刚讲 在前面里面讲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碰撞的发生 可能没有及时的沟通 可能没有办法 及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可能我自己的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说这份连接 造成了非常非常强烈的 一个情绪上的痛苦 但不知道要如何去处理 所以其实你们 已经到达了一个 可能 怎么说 如果说感情有级别的话 可能你们现在已经 到了level one 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 那个深层子的连接 那个信任的状态 但 有些事情不对了 你会觉得好像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好像也不是说不爱了 而是说 那个碰撞的过程 那个情绪冲突的过程 导致于说 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东西不对 不是以一种非常和谐 或者说一种 一种稳定的状态 去往前走的 所以那个tower 分崩离析了 但而且它是停留在一个 怎么说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了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 但突然发现 好像走不下去了 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在南方的能量当中 它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 在理性层面上 在脑子里想法的过程当中 找不到答案的一个状态 就是觉得很多事情 分崩离析了 我没有办法去面对 和处理那个 这份连接造成的 一些痛苦的东西 然后其实 然后当我们看到 第二 第二行排 它讲的是关于 情绪上的东西 emotional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 从感觉上面 你看到 two of ones 在等 因为我会觉得说 它其实 不知道怎么去做 它想要去做一些行动 night of ones 它想要去快速地去 把这个情况推进 它不知道到底 发生了什么 因为其实 我会觉得在 南方的能量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wants 就是有很多的 甚至我会觉得是有一些 很多的anger 就是那些可能 在这些情绪摩擦 冲撞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连接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怎么说 想要去表达 却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或者说没有办法 以一种非常 怎么说 舒适的状态 去表达出来的那个情绪 导致于说 其实是会有非常多的 hidden anger 就是那些愤怒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释放 然后导致于说 OK 好像停留在某个阶段 没有办法继续了 它想要继续 在情绪上就OK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往前 往前 往前去 去推进这段关系 就是有一种 要么继续 要么结束的 结束的那种 那种感觉 但是你可以看到 eight of cups 它没有办法离开 这感觉是就是 我想要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这段关系对于我来讲 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痛苦 也许是 也许是 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看到很多的一些 你不能说不成熟的能量 只能说我会觉得说 是对于 感情绪上的处理 就是可能 没有办法去辨识 一些自己情绪上的 一些东西 甚至可能 它都不知道说 OK 到底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状态是 爱 因为我会觉得 这个ace of cups 它没有办法去理解 它在struggling 这个东西 在这段连接里面 到底是不是爱 所以它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造成了 非常非常多 情绪上的痛苦 就是 当你 没办法知道 一个答案的时候 当你 明明觉得 好像有什么 但是又觉得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剥夺了你 可能 对自己 我会觉得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非常非常 强烈的 ego的冲突的 这是 它想要的东西 可能跟 当下 现在这段连接 给它带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办法 去辨别说 OK 我自己最真实的 feeling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状态 是可以理解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一段 感情的过程当中 或在一些 经历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 去知道说 在当下 那个状态 我自己最真实的 感觉是什么 很多人容易后悔 是因为说 我们只有当 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才会发现 原来其实那个时候 我可以是这样做 原来那个时候 其实我如果 再努力一把 如果再撑下去 再多撑久一点 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我们总是会去 后悔说 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但 没有去想 在当下 那个时刻 你不会想到说 也许我可能需要 再尽力 去多做一点 所以其实 在这 这一些牌里面 尤其是这个 eight of cups 停留在那个里面 想走又没有办法 走的过程当中 是在告诉你说 也许现在 你没有答案 但是 你可以先停下来 先休息一下 等这些风暴 等这个tower moment 这个风暴 过去之后 你再去想想说 你是不是真的 想要离开 所以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我们需要开始 当我们在 风暴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 改变风暴 我没有办法去 去改变什么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 稳定自己 我们先停下来 等风暴过去 所以这个是在讲说 那个connection 还是在的 也许你不知道 那个形式 那个爱的形式 到底是什么 但是 我们先停下来 先等一等 其实包括你自己 内心里面有 他的内心里面 感觉是在讲说 two of ones 我想要停下来 先看一看 因为 这个实在太累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 就是因为当 你跟 因为在twin flame 和soulmate 或者说 不管你怎么样 去定义也好 当你们有一定 深刻连接的时候 它一定会造成 情绪上的一些痛苦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因为毕竟 我们是不同的个体 这个冲撞的过程当中 这好像 我最近有看到一份 一个东西 在讲love language 就是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爱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 可能从南方来讲 可能从小 他的行为模式是 OK 妈妈给你礼物 是表达爱的方式 所以长大之后 他会愿意更 就是以 送礼物的方式 去表达 他自己的爱意 但是可能从 他partner 就是他partner 角度来讲说 他从小的状态是 OK 表达爱意的方式 去花时间 就是高质量的 花时间陪伴 是表达爱意的方式 可能也许当这个人 就是当女方 可能给到男方 就是 OK 我们 你的生日 我们一起出去 花时间去 去陪伴这件事情 但男方可能觉得 你是不是不爱我 为什么没有礼物 因为我们表达 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在这个里面在讲说 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所期待的爱的方式 对方可能跟你不一样 然后你会觉得说 OK 那对方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没有连接 然后这些问题 非常非常小的事情 可能没有去沟通好 然后我们会觉得说 好像有些 有些什么事情不对 然后这个 什么事情不对 你会去觉得说 OK 那是不是 不是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爱 还是说 我们对爱的定义 太过于狭窄了 所以其实 所以我会觉得 在南方的能量里面 是在讲说 先停下来 先等一等 这个风暴的过程当中 那些受伤害的过程 它需要时间去修复 就像刚刚讲的 那个 Uranus Genius那张牌一样 它讲说 Go with it to see how it happens 它需要一些自由 需要一些空间 去喘息 去停下来 去思考 然后也去 给自己 现在受过的伤 去疗愈 然后也去多花一些时间 去理解 对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下面的三张牌 是现在reality的一个状态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moon是个逆位的状态 其实也是在讲到一件事情 就现在 因为当月亮牌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逆位的状态的时候 就是大家被那个 怎么说云雾缭绕的状态 那个神秘的状态 我们不知道答案的状态 去蒙蔽了 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觉得好像 哪里都是黑暗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我会觉得 它其实 在ace of wands张牌里面 我会觉得是有一些 怎么说 不是说固执的力量 是一种 我需要去较劲的力量 就是 就是想要挣扎 说OK 我其实想 其实我会觉得 跟这个night of wands的能量 是相连接的 就是 觉得想要去推进 但是因为当下这个状态 还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状态 因为当你不知道方向的时候 你硬要往前冲 那个是一个 怎么说 就甚至是有些愚蠢的一个行为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失去耐心 当自己有很多的inner anger 没有办法释放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去 OK 我就要往这里走 我就要是握住这个东西 不放手 然后 然后 就是就好像 硬要抓住 抓住沙子一样 我们一直在讲说 握不住的沙 就干脆养了它 我知道这句话 大家应该很多都听过 但我会觉得 当下在南方的能量里面 就是 我想要去冲破这样的一个 一个cloud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 这张牌在讲说 the way of fortune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在南方的能量里面 是有在讲说 很多东西都在 都在改变 不管是现在可能 外在的环境的改变也好 或者说是 内在环境的改变也好 这个张牌是在讲说 现在 它的环境是在改变的 这个改变 我会觉得是 在往一个 怎么说 新的篇章的方向 但其实在整体的 南方的能量里面 我会觉得 想要讲的事情是 很多时候 OK 我们需要有那个 那个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motivation 是一个冲进的一个状态 是激发往前去 去推进的状态 但是我们需要 意识到的事情是 当tower moment 来临的时候 不是说 去冲 去撞 去push 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记住的事情是 时间 会 给你 一些空间 和 怎么说 和一个平和的状态 去给你自己的身体 去疗伤 就好像 物理上的伤害 跟心理上的伤害 它需要花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个 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过程当中 去真正的思考一些问题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牌 是关于 Spirit Guide 然后给男方的一些信息 然后当然 我一直在讲说 我一直在讲男方女方 她其实可能是 另外一半的你自己 所以 这个不需要去 就是怎么说 你可以去理解 你当下处理的人也好 也可以去理解成 另外一半的你自己 然后这张牌是在讲说 所以就像我刚刚在讲说 很多时候 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 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push自己往前走 就是现在在讲说 这个Spirit Guide 在讲说 OK 现在 所有的光的东西 所有你需要找到 那个答案的东西 再慢慢的进来 但前提是 你需要去认认真真的 去在这个风暴的中心 去聆听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声音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听的时候 有一些杂音 比如说怀疑 比如说痛苦 比如说 各种各样的 复杂的情绪 会在告诉你 不同的事情 然后你不知道说 到底哪个事情 是最真实的 但你会觉得说 好像每一个声音 都有一些 一些音量在那边 你不知道哪个 哪个声音 到底是清楚的 只有当你稳定下来 认认真真的 去听的时候 那个答案 会非常非常明确 和清晰地告诉你说 你该要往哪里走 所以这个是我会觉得说 需要停 需要等 需要去看 这一段关系当中 这个连接当中 有什么样的变化 会发生 但前提是 你自己的一些 转变 或者说一些 你自己可能 过去从来没有 意识到的一些 一些内心 最深层次的 你自己在呼喊 你要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说 OK 我要如何去解决 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前面的两张牌 的能量里面 其实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建议 对男方和女方都好 在讲说 只有爱是真实的 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嫉妒 很多的那些东西 它都是你的ego 你的自我在释放的 一些负面的东西 因为当我们的自我 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自动的保护机制 会产生一些 可能偏激的行为 然后可能甚至是 一些控制的行为 在这个里面 然后它会让你忽略掉 这段连接 最本真的东西 是因为你们 的爱在那边 你care这个人 对方也care你 但是可能我们 用不同的方式 去care对方了 导致造成了 那个伤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在讲说 我们需要去 把这个爱意的东西 去 怎么说 去滋养这个连接 而不是让自己的ego 让自己的自我 越养越大 然后导致于变成 那个怎么说 痛苦情绪的 一个死循环 就是给自己造成痛苦 也给对方造成痛苦 所以这个是 这张牌 在给男方能量 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 我们想要进行到 关于 女方的能量 然后首先 看到 对 今天这个牌面 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能量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女方能量 第一张牌 six of feathers 然后第二张牌 是the empress 然后第三张牌 是four of feathers 然后上面这行 还是讲的是 关于 怎么说 就是理性层面上 脑子里面的想法 然后其实 six of feathers 是在讲说 现在 就像我刚讲的 因为在six of feathers 在原始的 陶罗牌里面 是six of swords 也就是 我们 就乘着小船 往到一个 在风暴中心 往一个平静的海域 去驶 就是行驶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方受到伤害 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因为 正是因为这个连接 非常深刻 所以那个 伴与之而来的痛苦 才会那么深刻 所以其实 女方其实 在这个状态当中 即便是 就即便是在当下 这个受伤的状态当中 可能你有意识到 可能她有意识到说 OK 现在处理的这个人 或者说 另外一半的你自己 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崩塌的一个状态 一个自我怀疑 一个doubting的一个状态 她知道这个是一个风暴 所以她开始说 OK我要往前走 所以其实 即便在这样的状态下 因为empress 她是一个 我想要去 nurture 就是我想要去 去滋养她 我想要去 去释放自己的一些 就是怎么说 就是积极的东西在里面 想要去把一些 爱意的东西 投入进去 但是她也需要一些时间 去 休息和疗伤 就像 但我会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方的 在脑子里面的想法 是一个怎么说 积极的状态 是一个想要说 我知道这些是风暴 我知道这些东西 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不想要去 再造成更多的一些 tension 我也需要时间 去休息 因为我甚至会觉得说 女方是有一个 疲惫的状态 就是可能 也许是 一直给予 然后一直作为一个 giver的状态 然后发现 没有回报 然后才会导致于说 但其实我会觉得 这可能 也是这个tower moment 一个根源 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你知道 在Uran的 这张牌的能量里面 它其实是强调freedom 这个freedom 也在讲说 你不能一直给予 你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找到那个平衡点 因为其实 当你一直一直 给予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能量 去填满对方的那个 有点像无底洞的 一个状态 然后甚至是因为 当你付出太多了之后 可能对方 变成可能 在潜意识里面 已经把它当成 理所当然的事情 导致于说 他没有办法去 去认识到 或说去意识到 这个东西 甚至于说 这个不断地 给予的过程 变成了一种负担 然后导致于说 觉得好像 我没有办法 还给你这么多东西 那个变成一个 分崩离析的状态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在这张牌里 现在讲说 我们去滋养 我们去给予 没有问题 但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 让自己有一个 喘息的空间 也让对方 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就很多时候 当事情不对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OK 你要给我一个答案 你要给我一个解释 而是 我们先停下来 想一想 真的 平和的关系 或者说 真的一个 平衡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 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给你自己 造成了伤害 一个对方 造成了伤害 所以这个才是 我会觉得是 整个的一个 好像是有点 风暴中心的 一个状态 然后第二行 想要讲到的是 关于女方的一些 情绪上的东西 然后其实 我觉得很好奇的事情是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间这两张牌 男方是有一种 好像就是想 想走走不了 因为那个连接还在 因为那个东西还在 然后女方也是 想断断不了 因为她还一直在处于 一个纠结的状态 因为Queen of Feathers 是一个Queen of Swords 的一个能量 因为Queen of Swords 它是一个 OK我要断掉这个东西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如果这个东西不对了 我就要切掉 它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两个人 或者说 这两方的能量 都是处于一个 想要逃离 我想要退出了 因为太痛苦了 但又没有办法的 一个状态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两张牌 也是同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在女方的感觉里面 就是 摇摆不定 想要走 又没有办法 因为觉得好像 还有什么东西 在那边 但是没有办法去 彻底的去做一个决定 因为我会觉得 为什么没有办法 去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是你看到 The Chariot 就是战车的力量 因为我会觉得 在这个里面 是有一些Inner Monster 就是内在的一个魔鬼 在里面 它是一个情绪的冲撞 可能也许女方 是一个非常非常 因为作为一个Nurturer 然后当你一直不断地 去给予的时候 你的能量耗尽的时候 那个会带出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 Ego Issues的问题 它会带出来 你自己没有办法 控制的那个情绪怪物 然后它会让你知道说 OK 好像 我现在有两匹野兽 一个说要往这边走 一个要往那边走 我不知道如何去控制它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在当下这个能量状态当中 女方的情绪上的一个感觉是 我需要控制它 我需要控制自己内心的魔鬼 我需要开始去找到一个方式 能够让他们两个 这两匹马往前走 往同样一个方向走 而不是把我自己 扯向不同的方向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你就是在你的 理性的状态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他知道说 OK 风暴马上就要过去了 我只是要 我已经开始 使向平静的海域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内心冲突的拉扯 可能因为这些痛苦的东西 这些需要疗伤的东西 让你已经觉得 筋疲力竞作为一个giver 就是一直给予的状态 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了 所以才会导致于说 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要继续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该往这边走 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当这些牌出现的时候 尤其是the chariot 在出现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状态 当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断 或者说当有一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 真的去做决定的时候 那就不要做决定好了 不要去做大的行为的决定 因为这说明 很多事情还没有结束 这说明很多的事情 他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就像其实在刚刚 男后能量里面 又在讲到说 那个他的那个 inner guidance 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当你开始 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 去剥到问题的本质的时候 其实在这边也是一样 但我会觉得 其实可能女方更多的是 其实心里 你内心层次的答案 你其实已经是有的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 在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是 我如何去控制那个 在这个一直给予的过程当中 一直这个 怎么说 感情的天平失衡的过程当中 去找到那个自我控制的点 去找到那个临界点 去想办法 把那个情绪魔鬼 在拉扯着你 往不同方向走的时候 让它们变成 往同一个方向走 我倒是听起来有一点 怎么说抽象 但我会觉得 这个都是在建立 在一个自律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 有一些东西 开始渐渐地去设立一些边界 因为就是任何一段关系 包括即便是 跟你自己的一个关系 它也是一定有一定的边界感的 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Ego 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但我们不能让Ego 带领我们去 怎么说 当你被Ego带领的时候 被你自我带领的时候 你会去忽略别人的感受 你会去忽略 别人会想要 以怎么样的方式 去找到那个感情的过程当中 的一个match的一个点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在讲说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自我控制 我们不能总是做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当我觉得不舒服了 我就要走 当我觉得不开心了 我就要去做一些什么 这个都是Ego驱使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是在这个里面 它在 我会觉得是 去把那个阴阳平衡的 一个点 去契合起来 因为现在是在 好像是在内心当中一个 阴和阳的状态是分开的 它没有办法契合 因为这个 在那个缝合的 那个地方 还有很多很多的冷角道 据说 合起来太痛苦了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解决的 关于情绪上的一些失控的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说 整个的一些 想走不能走 想留不能留 那个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 现实一个状态 其实 我觉得很 就我会觉得 其实在女方的能量 更多的东西 其实 已经不在于 这段连接的过程 已经不在于 跟这个人的过程 而是在于 你自己内在的一个挣扎 你看到 从7 of the corns 到8 of the corns 都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像7 of the corns 然后它其实 是一个 怎么说 一个 inner conflict 你现在在这个 现实当中 在这个inner conflict里面 没有办法挣托出来 你自己在跟自己打架 就是 就像我刚刚讲说 这是为什么说 这个东西 让你觉得开始 情绪失控 自己在跟自己打架的一个状态 然后8 of the corns也是 就是你开始做一些 徒劳的努力 就是你开始去做一些事情 想要挽回 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可能没有意义 然后其实你明明看到 OK 好像那边 城堡在那边 你可能知道 从内心深处 你有一个答案说 OK 这个东西还没有结束 我需要去做一些什么 去 去怎么说 去make it up 就是去弥补 或者说去做一些 继续做那个 giver 那个姿态 然后想要去给予 想要去挽回 想要去 去拉扯 但其实 这往往是不对的方向 但其实你的理智 在告诉你说 OK 我们先停下来 先往前面走 不要再去做一些 任何多余的行动 然后包括 Story of Christ 也在讲说 这个是一个当下 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你已经打了基础了 但是现在停下来了 为什么 停下来不是让你说 OK 我再去多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弥补 去寻求答案 而是 你需要先解决 这个inner conflict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 是在讲说 我会觉得 在整个女方能量的牌里面 你需要去遵循的牌意识 首先去找到那个冲突的点 这是为什么会 以一种拉扯的方向 在你 我不知道再怎么去理解 我会觉得 其实它是一个 你的害怕的东西 你的恐惧的东西 跟你实际的想要的东西 是不一致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 它在讲说 我们先要去定义 或者说承认 自己的恐惧 甚至去承认 是不是有些事情 是你在做自我欺骗 甚至去理解说 当有一些能量 是在往两个方向 去拉扯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 像你的理智 告诉你的事情是 我们需要时间去休息 而不是害怕 这个人的离开 因为我会觉得 在这个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害怕和恐惧的东西 导致于说 你内心的魔鬼在乱窜 因为你觉得不够安全 因为你觉得 不够的舒适 你开始已经 打破了你的舒适圈了 但其实这个时候 是在告诉你说 你不能够 再去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想要去挽回 或者说想要去 控制这个人 不去离开你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怎么说 很强烈的信息 就是其实你的理智 在告诉你说 先停下来 不要想 先休息 先疗伤 但你的行为 却一直在 去 就是你的那个 Nurture 就是那个滋养者的 一个属性 在想说 OK我可以再做一些什么 但其实很多的时候 你越做 越多做一些东西 你越想要 control某些东西 它越会把你 往反方向推 其实就像这样 排在讲的事情 Nature 就我们需要去 可能也许你需要去 回归到大自然里面 去找到 你自己的能量 去把那些 你已经消耗的能量 去找回来 也许你是需要去 知道说很多事情 我没有办法control 我们需要让事情 顺其自然的发生 当下如果我受伤了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 不是去责备对方也好 不是去要求对方 去做什么也好 而是我先疗伤 我去找药 所以这个是 这张牌在讲的东西 然后包括我像 刚下面讲的 这三张牌 我会觉得 女方的内在的一个 我会觉得也 其实你看到 Aquance 其实男方女方 都有非常多的Wants 就是有非常多的权杖 这权杖能让她 其实在讲说一些Anger 就是那些 你没有办法处理的冲突 在内在的冲突 有一些 没有办法释放的 一些愤怒在里面 所以才会导致说 很多的Frustration 在这里面 然后可以看到 女方的牌 Freyya Faces and Cycles There is a beginning With every ending Illusion are revealed And released 然后这张牌 她其实在告诉 女方的一个建议 是在讲说 所有的事情 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这个结束 不一定意味着 这段关系的结束 它可能意味着说 旧的你的结束 或者说在这段关系的过程当中 我们相处的模式 需要去改变 需要发生改变 需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循环的开始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 当一些东西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Let it go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 让过去的自己 离开的话 很多新的东西 是不会开始的 就即便说 OK 它暂时没有离开你 就即便说 这段关系依然继续 如果我们还是以旧的行为 模式的话 那个痛苦会依然在 它会造成越来越大的痛苦 越来越大的缝隙 导致于说 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就像要回归到 刚刚最开始的 这样排 Uranus 这样排一样 它在讲的事情是 我们需要变革了 不管是 男方的内在自己 女方的内 男方的内在自己 和女方的内在自己 这个是需要一个 发生变革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处理的情绪 处理的冲突 是不一样的 但前提是 我们能够真实的 听到自己最内心的声音 很多的时候 那些杂音 很多那些 那些东西都是 没有办法去帮你 去找到你自己的方向的 也没有办法去 push这段连接 往前走的 所以其实 我一想要讲的事情 是在整个排面里面 今天的排面里面 都在讲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受伤了 可能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是停下来去休息 我们需要去随着那个 就像在Uranus 那张排里面 讲到go with it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事情 go with it not without it 因为当我们 离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能说很容易的事情 当你离开之后 你会发现 你没有那个镜子了 你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了 你不知道要如何去努力了 但这个前提是 你们双方都愿意 有这个企图 还有这个 想要留下来的一个 一个念头在里面 那个情绪在里面 去做一些努力 去做一些改变 当然这个不适用于一些 怎么说 toxic的一些关系 因为有的时候 当你处在一段 有毒的关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个是你需要 果断离开的一个状态 但前提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都明确地感知到 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深刻的连接 但是 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是在告诉你说 我们先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需要先随着它 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 我们需要 跟这个东西去相处 我们需要去找到 想办法 去找到那个平衡的点 它可能需要花 很多时间的尝试 甚至双方都需要花 很多的时间去修复 但是 我们需要允许这个时间 去做这个疗伤的过程 需要允许这个时间 给你去做改变的过程 OK 然后这个是 今天的灵魂伴侣的系列 然后希望这里面的信息 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 好